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京都、大阪、神戶,或是直接稱為京阪神 這三個城市包含周邊的衛星都市,總共有1900萬人左右 這麼多人生活在這個區域,好吃的東西絕對不能少 大阪的章魚燒、京都的抹茶甜點、神戶牛等等的知名特色美食 聽到就讓你口水直流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樂具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樂具不熟的朋友,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Assemblages Kakimoto 家店的主廚 原本晃紅 是代表日本兩度參加World Chocolate Master的優秀巧克力職人 我們進到時尚的用餐區域 第二家店的經典巧克力甜點 Le Jardone, Japan's Garden 在巧克力球上面淋上熱騰騰帶火的白蘭蒂 等到巧克力融化之後 裡面出現了冰淇淋跟酸酸甜甜的莓果 這種能夠吃的藝術品真的是好吃又好看 Assemblages Kakimoto 算是位在京都很市中心的區域 離京都獄所或是鴨川一帶都很接近 Kinana這個可愛的名字就是Kinako No Ice 黃豆粉做成的冰淇淋 使用單波黑大豆 不添加任何的化學調味料 吃起來非常好吃順口 我們拜訪的時候接近夏天 點了魚智金石的剉冰 還有黑糖金石的剉冰 淋上煉乳 挺而不利又是了IG打卡 吃得好幸福 保全JR的新幹線京都戰墊 就是位在京都新幹線的站內 雖然一定要進戰才可以拜訪 但好處是人潮不多 理論上不需要排隊 保全最知名的就是他們家的和果子 使用最高級的單波黑大豆或單波大難眼小豆 包不添的單波大難眼小豆 像是紅豆湯一樣的料理 加了大難眼小豆 跟自家製的烤餅 挺而不膩 抹茶聖代也是加了大難眼小豆 配上魚智抹茶 跟冰淇淋 跟白玉 是京都很代表性的甜點 中村藤吉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業160年的老鋪 雖然銀座也有分店 但在魚智本地吃起來更有特色吧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的具有特色 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魚智本店現地的 Maruto Paffet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中村藤吉位在羽智 吃完之後可以逛逛國寶平等院的鳳凰堂 Aktua Karahori藏本店 位於非常有風味的丁家中 可以看到細條木頭綜合組成的格子門跟窗 光是這點應該就可以吸引到不少人前往了吧 至於甜點 這家店提供了比利時加利寶的高級調溫巧克力 所製作的巧克力甜點 我們可以試吃抹茶跟咖啡巧克力 真的不錯 包括點了一杯冰冰涼涼的巧克力聖代 巧克力配上香草冰淇淋 是永遠不敗的組合 這家店位在新災橋走路約15分鐘的一個悠閒安靜的區域 在這裡悠閒吃完甜點後就可以到新災橋寫拼 Miki Fruits Cafe 就是一家專門賣水果的甜點店 特色是菲律賓產的高級阿波山4%800的香蕉 一條大概就有1000塊日幣 用這麼名貴的香蕉 以及其他水果做出來的水果三明治 以及聖代 真是健康好吃 這家店算是位在大阪的市中心 據所有知名景點都方便 中古堂的特色就是職人現場高速倒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片日本甜點的包勃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加上甜甜的紅豆真的很不錯 裝古堂繼續往下走 就可以到擁有東大寺的奈良公園 是一個逛公園前的必訪甜點店喔 是一家網路上賣茶為主的商店 在奈良商店街開了一家以剉冰為主的甜點店 包勃點的special火雞茶剉冰 是用奈良現產的大盒茶 加上牛乳製作而成的 也加了格餅還有冰淇淋 價格852日元 比起動輒要1000多塊日幣的天然冰剉冰 價格算是清明了很多 而且也不錯吃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